这几年台湾中小企业如雨后春水 一些家庭工厂也应运而生 只要找到大的贸易商 产品就有出入运销国外 它的变化性和多样性也较激动 相信之下 我们公司一场不变的营运方式 早就不适合台湾这一股潮流 所以我考虑了很久 师爷 我决定不再坚持了 股东们要分家 要解散 就随他们吧 那怎么行呢 公司是你创办的 是你的心血 是我们目前维持生活 唯一的工具 你不是一再想跟股东们 沟通协调 想群测群力地把公司给改进吗 怎么搞得一场病 那么快 就叫你放弃原来的计划 伯母 我倒赞成伯父的计划 医生既然吩咐伯父要静养 公司的损失反而会害他 我可以照顾他的身体啊 公司也不必分家解散嘛 这根本是两码之事 我累了 有一只忙于公司的事情 我总遗憾 没有多渗出时间 给你跟婉姨多拒绝 我也没抱怨什么 再说 婉姨就要嫁人了 以后 就是你想跟她聚 也不见得有时间嘛 妈 我不要嫁人 起 起码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 我不想嫁 怎么又来了 又闹孩子脾气 师爷 你们又吵架了吗 我没吵架 伯父跟我 你也知道 我爱婉姨还来不及 是婉姨笑声 她嫁给我之后 无法照顾你们 这傻孩子 陈家有什么关系 世音就成了我们的女婿 以后进出我们家 不就更名正言顺了吗 是啊 我也是这样认为 我甚至想放弃 带婉姨出去住的年度 回来跟岳父岳母一起住 一家人也热闹了 这样最好 这样会更放心 就这么说定好了 爸 吴吴求求你不要逼我 不要急得把我嫁掉好不好 我只想好好的陪 陪你们 我只想一心一意地 陪你们好不好 好不好 这是什么话呀 那她结婚以后 世音就不许你陪我们了 正是的 是的 世音 世音可以当我哥 起码现阶段可以当我哥哥 世音 我求你不要逼我好不好 你不要用我爸妈逼我好不好 喂 这孩子 这几天他得生了 世音 世音 你一定最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上个星期 王一万公然当着我的面 拉着婉姨骑毛车离开 后来我问婉姨 她怎么也不肯讲 她们之间谈了些什么 她说不肯定 她说不肯定是不肯定是不肯定 她说不肯定是不肯定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 晚一最近的反常 真的和这个人有关 伯父伯母 如果我们再不结婚 晚一她真的会变结甚至变坏 那怎么办呢 一個女孩子家的民節最重要 萬一怎麼會這麼糊塗 居然交到那不三不四的朋友呢 我要隨便批評別人 王亦凡雖然是窮了一點 還不至於是不散不四之徒 不過 世音 你們的婚事 是我做得重 我不會出而返而 萬一是我唯一的掌上民主 他的幸福就是我的責任 你有很好的學歷背景 又有高尚的職業跟收入 可惜 可惜你缺乏一顆包容的心 不 萬一孩子氣重 心軟 有時候 你對他不要太嚴厲 好了好了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天都快完了 女兒一個人在外面你也不急啊 世音啊 你快去找他回來 我打電話過去 走出城市應接的電話 打到他公司去 又說他好幾天沒上班呢 這人也見不到 聲音也聽不到 我不知道他到底好不好 你 你說我心裡急不急 你不會去他家門口等啊 在我這裡以後能靠出什麼名堂來 我 我是想 求你去他家一趟啊 或者陪我一起去他家 瘋啊 你們看我正在忙啊 幹嘛不早點來 拜託了拜託了 拜託了好不好 好啦好啦 明天再跟你去啦 明天放下 我們一早就去 可以了吧 謝謝了謝謝了 夠義氣 夠義氣 這哥們就是哥們啊 看一下哪一個好看 都一樣啊 靠 我問你啊 你出去吃個飯 幹嘛打扮那麼漂亮 你懂什麼 這是個機會 你家丁總要幫我介紹 休憩服務代理廠商 推薦我去拍廣告 他幹嘛對你那麼好 他 他說我有才華 他欣賞我的才華 你 聽什麼狗屁才華 才華 對喔 我有什麼才華呢 他幹嘛要對我這麼好 你小心啊 這知人知面 父知心 他順便想追你啊 追我 幹嘛要追我 人家有老婆小孩啦 更換那個人你也見過 一表堂堂 有才又有事的 幹嘛追我這種土豆 這 這誰知道 可是我總覺得事有蹊跷啊 那你媽 毫無吸引人之處 他如果好色的話 這多的是那種 想成名的小歌星 自動找上門來 那幹嘛對你這種 上不了台面的人家功夫啊 王一凡 王八子 王一凡 你住手 你罵人不在張子 從門縫裡把人看別人 我告你 你給我聽好 救你不要我 別人還當我是個寶人 老人他媽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不能玩拔的 怎麼叫上不了台面 起來起來起來 你別在那邊騎馬 你管 是不是有人交換 誰啊 我沒有叫他來接我 我去看 誰啊 婉妮 你怎麼跑來了 快進來快進來 剛剛文一盤 她還跟我提到你 她還說 一盤一盤 文一盤 我們還在講說 明天早上要去找你啊 她說找你好幾天 都沒找到你 去哪裡啦 她跟我 不是啊 我 我有事 我要出去 不陪你啊 秋冬去啊 快一點 我剛剛已經 秋冬 你不要躲我 我只是你這個唯一的朋友 我沒有躲你啊 我真的有事要出去 我 我真的有事嗎 我好不容易才有事 啊 好 好 我去不去 算了 算了 反正是我的 就不會跑掉了 怎麼樣 你找我有什麼事 怎麼這麼憔悉 我好怕 我心裡真的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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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小的時候 親愛爸爸 我把他當成我心裡的事 可是先 神又倒了 依賴的人沒有了我 神一味地給我壓力 可是 可是 他沒有劇情地給我 跟這個家幫助 他只是逼我結婚 逼我結婚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要面對這麼多 分爛 分爛又茫然的局面 我真的不知道 我該怎麼辦才好 萬一 你放心 你還有我們 我跟秋冬都可以支援你 對啊 我書讀的是不多啦 但是 照顧人我沒有問題啊 你小時候幫我那麼多忙 你現在有困難呢 我怎麼可以不理你 那我哪算是個人啊 你不會說話就少說兩句吧 我看這樣好了 這乾脆就交給我 你照常去復約 快點 去呀 沒有關係吧 你不會生我的氣哦 那一凡陪你好了 我先走了 你不要丟相 尤其 尤其不要讓我和一凡單獨相處 你 為什麼 我們單獨相處 別人看到了 會怎麼想 要是 要是 也看到了 他會怎麼想 呦 我們光明磊落 怕他講什麼話 難道他連你交朋友也要管制嗎 對啊 這 我們不知道他這個人他 他不太容易信任別人的 再說 再說 再說我 我來這裡我只是 我只是想找人談談心 想有個地方走走 如果湊湊離開了 剩下我們兩個 那算什麼 這裡 這裡根本就沒有別人來 有誰會突然撞見嗎 萬一 你該不會是 不會我跟他 我們 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事 我們之間要有什麼事 早就有人 不會等到現在 你該不會連這點都看不出來吧 我已經把我的決定告訴他 什麼決定 就那天 哎呀 伊凡告訴我說 他 他決定跟世音公平競爭 他要好好努力 來爭取你對他的愛 爭取送婆送媽的認同 萬一 放心 我不會給你壓力 也不要求你為我做任何犧牲 就好 好像那天我跟你講的一樣 我不勉強你現在就來愛我 這場競爭 是靠自己 是我自己跟時間在賽跑 我不喜歡走捷徑當個爆發 好 因為我知道爆發後 他吸引不了你 可是 我又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 爭取到你 所以 我再一次給你要求 請你給我時間 給我機會 讓我跟陳生意公平競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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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嗎 我都迟到一个中国了 我迟到一百万会生气了 快点 来嘛 你带我去嘛 你送我去 我现在叫不到这个人 快点 我都跌倒了 这两天 我想了很久 我决定先给你充分的时间 和空间 去够你想过的日子 在这段日子里面 你可以无拘无束地过的 哪怕是 你没有想到我都可以 偶尔想到我的时候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这有秋童 有我 你可以完完全全地 卸了你心里所有的重担 不要去想你爸爸的病 不要去想任何烦恼 我 安安心心地休息 那我呢 我就全力为前途去冲刺 一直到无分认同为止 万一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会 真的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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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亦凡 王亦凡 亦凡 亦凡 你在不在 生气了 我才迟到一下 你不等我 你先走了 王亦凡 王亦凡 糟糕了 那個混賞的東西 可能自己先走了 真是小心眼 我才迟到一會兒嘛 對不對 你們男生也真是的 別演戲 什麼意思啊你 想掉鼓勵山 你這什麼意思啊 我掉了車頭 我什麼 你幹什麼 你等我 你這個人怎麼樣 你怎麼可以把我選 坐在這裡 你要等我嗎 陳馨啊 你未溫急不見了 你跑來我家幹什麼 就算 就算他來我家做做 找我也沒什麼了不起 鑰匙 鑰匙 他 他 就算他多交幾個朋友 也沒什麼辦法的啊 陳馨啊 這我家鑰匙 讓我房間 找啊 找啊 你找啊 跟你說沒有的嘛 就跟你說 我沒見到鑰匙的嘛 哎呀 裴的費用折兵呢 啊 真的嗎 啊 嗯 不要想那麼多 心情放開一點啊 晚安 晚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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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賊給自己吃嗎 還會啊 造個杯子 誰啊 怕我哪兒 這是你啊 門錯了 没有 不过 陈思怡 真的受伤了 陈思怡 好卑鄙 明知道我卑鄙 要打伤我 谢谢你 好 你玩硬的啊 你狠 你给我记住 来 诗姨 怎么用这个样子 爸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诗姨 你看诗姨上的队啊 你怎么伤心的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怎么不知 快去拿医药箱 诗姨啊 你是怎么受的伤 你说呀 刚才想搞 被人打的 被人打了 我们这社区一向很安宁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报警 不 别 别报警 你说 是谁打的 我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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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明白 一个社会高冷家的女人 为什么耍起金眼来 比别人卑鄙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那么重 简单啊 苦肉计嘛 婉姨会相信他吗 婉姨又了解你多少啊 我们乡下孩子 书读得少 社会地点又不够深 婉起新年来 当然不是人家陈世音的对手啊 一凡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你婉姨没追到手 都已经弄成这种局面了 你们要真谈起恋爱 来来不死人才怪啊 婉姨是你的好友 难道你也赞成他家里这种人吗 我当然不赞成啊 可是我也不希望你绞进来啊 这样婉姨的处境又更加为难 更何况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不希望你受伤啊 不行 这件事不能就那么算 即使我放了手 陈世音他也不会三把甘休的 陈世音那小子 心机又多 我不想他下一步还会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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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